想要远离肠病毒 也要记得居家照护的六个小秘诀 卫生局提醒家长们 平时要落实肠病毒居家照护六招 入门前做好洗手 洗脸换衣服 儿童玩具常清洗 环境勤消毒 生病在家休息 家中第二个小孩 做好保护隔离 一试肠病毒要尽数就医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社会局这边很高兴 就是跟卫生局一起合作 在我们的前进育儿资源中心 那办理今天的肠病毒的防治宣导活动 那我们希望借这个活动呢 让小朋友知道说 个人习惯请洗手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知道说每年的四到六月 其实是肠病毒的流行的高峰期 所以请洗手是非常重要的 那宝宝妈妈一定要做好 就是消毒的工作 其实就像刚好是说的 就是回家一定要先洗手 然后换衣服 对那玩具的话就消毒 然后还是尽量不要 就是少去公共场所 因为我知道现在病毒很多 就是一直变种一直变种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定期 对要知道这些讯息 回家的时候就是衣服如果脏了 就先给它换起来这样子 平常就是家里有的时候 脏的时候也是会擦一擦 对呀 才不会都是那个灰尘 通过寓教于热的方式 加深市民朋友的印象 并进一步将肠病毒聚家招呼 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多加留意家中婴儿的状况 如果出现试税 意识不清 活动不佳等等 应该尽数就医 十方新闻 郭一文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